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之所以要发起这场清剿行动 有其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其时也 罗马帝国外有敌意入侵 内政分崩离析 人民怨声载道 整个帝国处于江河日下的动荡局面 公元248年 正值罗马帝国建国一千周年 全国上下弥漫着对帝国昔日辉煌的缅怀情绪 帝国的一些精英分子开始散布舆论 说是古代罗马先辈虽宝经沧桑 历尽磨难 但是仍然能战胜群雄 一统天下 从一个小小的罗马城堡开始 打造出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古帝国取得的这些丰功伟绩 全赖于古罗马人对古代罗马诸神的信靠和崇拜 后来帝国国运之所以今不如稀 灾祸接踵而至 乃是后代罗马人怠慢了罗马诸神 得不到罗马诸神的护佑所造成的 尤其是帝国内的基督徒 除了置罗马诸神于不败之外 在国难当头之际 他们也不关心国事 不愿意应征入伍 不愿意为皇帝尽忠 不愿意为国效力 还暗中建立起了许多秘密的组织 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基督教会对帝国的衰落 但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这种嫁罪于人的论调一出笼 立刻甚嚣尘上 引起了帝国臣民的赞同和响应 他们纷纷要求帝国政府 下令治理整顿基督教会 让基督徒向罗马诸神献祭崇拜 以求神明的大理庇护 再创帝国往日的繁荣昌盛 在罗马贵族阶层中 有一个叫瓦勒良的人 尤其敌视基督徒 他组织了一些罗马人进行上访 在罗勒良的唆使之下 这些人上蹿下跳地奔走于 黄庭和元老院内外 狂热地要求政府下令 逼迫基督徒向罗马诸神 焚香献祭 罗勒良的行动得到许多官僚 和贵胄们的支持 到了第二年 即公元249年1月 罗马城市长官 德西乌斯的军队滑变 拥立德西乌斯为罗马帝国新皇帝 德西乌斯登基一使 便与瓦勒良一拍即合 他立即颁布斥令 为了罗马帝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帝国治下的所有臣民们 都要在指定的期间内 在各社区官员的面前 向罗马诸神献祭 并由官员签发证书 以证明而等确曾向诸神献祭的事实 已是对朕和国家的效忠之称 如若不然 尔等就拿命来吧 斥令传达到北非迦太基城 地方政府也不敢谢曼 便由总督和五名市府委员牵头 一帮人带着些手下 要前来迦太基教会执行皇帝的御旨 居普良提前得知此讯 心中大吉 怎么办 我们基督教会 只拜天父上帝 只拜耶稣基督 如若敬拜其他神知 那就是叛真道理真经 就是背叛教会 作为加太基教会的主教 我绝不能屈服于帝国政府的因为 但是如果不从政府 鸣枪真刀地跟政府顶着干 那么也必会吃大贵 他 三十六计 走为上 权宜之策 我等一走了之 政府的人来教会 找不到我 想必他就奈何不得我们 想到此处 居普良随即带了一些人 逃往北非的沙漠中去演 其实 在德西乌斯以前的几位罗马皇帝 已经放松了对基督教会的管制 教会虽然仍是不法组织 但还算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于是 不少教会对帝国政府的防范也松懈下来 尤其是加太基教会渐渐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警觉 他们没有想到德西乌斯一上台就开始逼迫教会 在这种情况下 会众们一时不知如何应付 加之作为主教的居普良不辞而别 更让加太基教会的会众感到群鹰无首 政府官员大摇大摆地来到教会 实施威胁加利又的伎俩 强迫会众向罗马诸神献祭 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还挺管用 有的会众忠于妥协 或口头承诺 或书面表示 愿意执行政府命令 但也有会众意志坚定 一边拒不向政府官员低头 一边大骂那些妥协分子是可耻的叛教者 德西乌斯发动的这次对基督教会有预谋有组织的清教 其规模之大 波及整个罗马帝国 北非教会遭到破坏的程度有为严重 看官们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前面曾提到过 亚历山大城的大神学家额利根 就是在这次清脚运动中被捕入狱 受酷刑过重而牺牲的 同样的 加泰基教会也毫不例外地遭到帝国政府的重创 居普良知秘密逃亡 被他在教会中的敌对者斥之为懦弱和背叛 他们更进一步地跑到罗马 去向老大哥罗马教会求取声援 请他们发函谴责居普良 罗马教会立即出面写信给居普良 对他的行动提出深切的质疑 并规劝他速速返回加泰基教会领导会中 身在沙漠中的居普良得到罗马来信之后 颇不以为意 并竭力向各方解释道 我暂时离开加泰基 不跟政府发生正面冲突 都是神给我的旨意 并非是不负责任的逃避 常言道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我离开时还带走了不少信众 他们都是本教会将来复兴的基本力量 我为教会保存了火种 积蓄了领导力量 又有何措 于是 居普良一面继续在沙漠中藏身 以免通过私人代表向加泰基教会发号施令 遗憾的是 居普良的遥控管理全然不能奏效 就在他缺席的情况下 加泰基教会产生了严重的分裂 在此期间 一名叫诺瓦图斯的长老任命了费里西西穆斯 担任教会的职事 而诺士和费士平时就都对居普良心怀不满 这两人又邀请了教会中另外四名长老 六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反居普良的团体 六人帮在教会中一手遮天 大搞宗派活动 大搞两个凡事 凡事居普良发布的教令 我们全都反对 凡事跟从居普良的人 我们全都打击 一时间教会中坠坠晃晃 人人自危 而在沙漠隐居的居普良 对这一切虽有察觉 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公元251年6月 德西乌斯在一场与哥特军队的战役中战死 皇帝驾崩 帝国再度陷入混乱中 德西乌斯生前发出的政令 没人再理会 对基督教会的清剿令 随即自动解除 沙漠中的居普良德西情况 认为回归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离开迦太基城14个月之后 居普良率人返回教区 育虫掌 主教大权 但是当他刚回到久别的教会 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全体会众的热烈欢迎 而是六人帮的猖狂挑战 又是凯西刘斯长老出面 向居普良献策 居普良于是决定召集全体会众开会 他要在会上对六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中文字幕提供